帮助史莱姆成功躲避恶龙追击 这是史莱姆 这是恶龙 史莱姆你不要怕 咱会搁专制恶龙 直接开始喘关 前面蘑菇障碍跳过去 这一把刀咱们也跳过去 还有就这样 这少要是什么 一笔一碗 这哪来的大嘴话 一口把他史莱姆给吞了 那硬喘过不去的话 那咱就先等一等 然后趁其不备 看到玩超多了没有 那这个该怎么过呀 难道说 开局的这个蘑菇是个道具 你是不是嫂 那这把刀呢 一分为二 然后呢 哦 原来如此 这大嘴话只能吃掉一个史莱姆 咱编搭后一分为二 就可以躲避大嘴话的攻击 下一关下一关 开局依然是先把蘑菇吃了 看见刀之后 再把史莱姆劈成四个 我看谁还能吃掉 你很有 我去 这又是什么呀 最细的弯道 我阿弟嘛 没想到我送走了一个大嘴花 又来了一个更狠的弯道 再来 这次咱们先吃下蘑菇 然后再跳过这把刀 这么大的史莱姆 我看你还怎么吸走 好 前面有朵大嘴花 没事啊 再只能吃下一个 一把刀 哎 我还是跳过去 毒 我赌后面的关卡 没有大嘴花 你们看策划搞这么多把刀 肯定是想让咱以为后面会有很多大嘴花 哎 我偏不上当 我就不分身 瞧瞧 这不就顺利抵达终点了 怎么样小伙伴们 慧哥这波预判值不值得你们来个点赞 好 那就不要利涩你们的小手 抓紧给视频 整个赞 第三关 开局一个火蘑菇 先跳过去啊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完蛋 前面有一个稀里豌豆 这三级的小史莱姆肯定扛不住呀 哎 不对不对 难不成开局的火蘑菇也可以吃掉 过去 还真可以啊 你以为呢 我以为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OK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成功来到四级 稀里豌豆应该不会拿我怎么样 等会儿 不对 这藤蔓我怎么跳过去 刚才吃掉那个火蘑菇之后 获得了一个烹火技能 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把藤蔓烧掉吧 再来一次 开局吃掉火蘑菇 然后再利用烹火销毁普通蘑菇 哎 这样咱们技能变大 又能获得技能 藤蔓也就顺其自然的可以烧掉了 前面有个刀 还是先跳过去 依然是堵 我堵你前面没有大嘴花 好 新力行来了 下面是岩家 所以我选择走上面 过去 不对劲 这把刀怎么这么高 就硬生生把咱史莱姆给劈开了 我怎么感觉上当了呢 三把刀 活生生的给咱史莱姆 劈成了七个 来了 老爹 来 这不全完了呀 那既然上刀删不行 那咱就直接下火海 上面全是坑 那下面应该是正确的路吧 OK 处理通过 西里湾豆没有吸到史莱姆 啊 又是一把长刀 都等着我花都写了 我的妈 怎么这么多大嘴花 我这两个分身可不够你们吃的呀 再来再来 我好像有点头绪了 你们看啊 咱们刚才跳过长刀之后 恶龙竟然捡起来了 那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进恶龙的手用刀把咱劈开 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大嘴花 来试一试啊 等恶龙捡起刀之后 咱们先停下 好 劈一下还不够 我们再来一下 哎 这么一来 就可以成功躲避大嘴花了吧 不是 这怎么还差一个呀 我去 第一朵大嘴花 吃了一个二级的史莱姆 导致我二次分身少了两个 那真凶 再来 刚才是我失误了 这次等恶龙全部劈开之后 咱们再往前走 OK 这下总没问题了吧 漂亮 成功通过所有关卡 这以后谁要是在被恶龙欺负 直接喊在归歌 我必须帮忙